你真的就會準備那個尿泊的大紙箱 就先放在後車廂這樣子 然後就準備去就沖了 然後第一次大概買了 就第一天 我還去了兩天喔 它展期才五天 我去了兩天 我連去了兩天大概花了快 都打到三折還可以花到兩萬 但是問題是 對 然後你回去就算說 我起碼已經買到那種 差不多四五萬以上的那個 因為都是原廠的啊 因為都是原廠的 所以 對 你看 真的太可不可怕 因為好可愛喔 那個很可愛啊 面貌超然好可愛喔 對啊 真的很可怕 好好喔 賈斯蒂的意思 你媽媽以前都沒有買過玩具 我們小時候想要一個玩具 還是沒有錢買啊 我每次去那個大型百貨公司的時候 都會懊惱 比如說IKEA或者是Costco 那裡很常都是打折嘛 而且大量的賣嘛 因為我高中的時候 每次去那邊逛街的時候 我刷的話就是爸爸的手機會響嘛 叮咚叮咚以後花了多少錢 以後開始爸爸打給我 以後那時候那個網路購買很流行 你這個是買了什麼東西 這是網路購買的時候 我那時候中毒的時候 買什麼 一箱一箱是什麼 裡面什麼都有 什麼都有 鞋子 衣服什麼都有 都沒拆喔 一箱一箱送來的 對 一箱一箱送來的 後來就沒有跟爸爸再聯絡了嘛 沒有 沒有 小梁哥你誤會是後來爸爸 就再也沒有跟他聯絡了 後來就沒有爸爸了 我是比較卡在那種小東西上 例如說去便利商店 原來就是要買一瓶水嘛 然後拿上去的時候 然後他會說 第二瓶打折喔 然後那個聽到這個 我一定會再買一瓶啊 因為就是覺得 你不買的話就對不起自己嘛 因為水是一定會用到啊 就算你的手 一定是用拿著其他的東西 兩瓶大的水出去就很麻煩 可是聽到這個就一定會 我每次看到銷售或打轉這個東西 我不管是什麼東西 需不需要我還是會買的 對 我一月的時候 我有去歐洲 三個月我去出差了 然後我在那邊就是 每天一下班都會去逛街買東西 然後我那個時候買東西買多到 我本來可以拖運的是35公斤 我的心理箱變成一百多公斤 一百多公斤 超重 終點是 我後來就逮不回來了嘛 所以我就打電 你是說你本來可以拖運35 但到一百多等於 你多了六十幾公斤 對 你確定裡面沒有人 對 六十幾公斤是一個賈斯汀耶 你想我不要買機票 帽他帽子 然後我什麼都買了 衣服 鞋子 酒什麼的 然後重點是 我要逮回來的時候 我就打電話給那個快遞公司 問一下那個帶回來有多少錢 到台灣的話要850歐元 大概850歐元 850歐元 850 對啊 所以我最後就是 對啊 好可愛 對啊 最後我就買了一張機票 然後我請我台灣的朋友飛過去 把我哪個東西帶回來 天啊 因為帶不回來 搞不好比較划算 對啊 比較划算 一萬多塊是不是 那個機票我就花了七百多塊而已 人家還可以去玩嘛 然後就把我把東西帶回來 所以人家很願意 對啊 我印象最深刻的一個關鍵字 就是 跳樓大排賣 對 老闆要跳樓了 對 因為我覺得 因為我有一次就是經過 就是剛來台灣的時候 然後就是經過在夜市 然後看到一個攤材 然後再買一些什麼衣服 跟棉被什麼東西 然後在那邊就寫 就是跳樓大排賣 然後我就說 哇 好屌喔 有表演啦 老闆要跳樓啊或什麼 要做一個秀啊或什麼 然後我就隨便看一下嘛 然後一直等著等著看這個 笑話結果什麼都沒有 然後他還去問老闆 你怎麼還沒有表演 來看下一個關鍵字是 來 關鍵字是限量限定 就是我剛剛說的女生 都是沒有辦法抗拒測量 對 唯一一個 我覺得那個限量這兩個字 真的是 尤其是你出國的時候 你在台灣上面寫限定 你還不會那麼失心瘋 因為你出國看到限量限定 或什麼季節限定 你就覺得 如果你回國就再也買不到了 你就要跟他說再見 所以那時候去的時候 就會大量失心瘋 我常常在日本買那種限定的杯子 然後之外呢 還有我常在日本買一大堆那種限定 日本限定的手帕 但我必須說日本這個太厲害 因為很多的名牌 它其實 只有日本有出手帕 而且它的價格 真的很便宜 很便宜 沒有 它什麼都寫限定 連那個黑糖膏 上面也寫 沖繩限定 它本來就是沖繩才有的特產 不是嗎 沒有 因為我覺得日本很厲害 它會說 譬如說日本製造 製造日本製造 我就會覺得這很失心瘋 譬如說我們那時候在日本買到這個 這就是迪士尼買的這種 好可愛 這種就台灣買不到啊 所以這個去日本你說要不要買 看到一定要把它帶回家 妳那麼多也用不完 拿兩條給我兒子留口水的東西 對啊 我們都覺得是口水晶 我想要請問一下 這個是一條多少錢 這個喔 核台幣 大概 這個還算貴的 因為妳知道有一些像 沒有 有一些名牌的 或者是BURBURG 他們在日本有出一些手帕 一條大概都是 七八百日幣 對 有比較便宜的 但核台幣大概是一百多塊 對 而且是毛巾布料 你會覺得買回來送人是很划算的 最貴大概就是一千五百塊日幣 而且你知道日本啊 他們很會做生意啊 譬如說你在日本買 他們有很多手帕店 是可以秀自己的名字 譬如說我就秀上我的日文 Kiki 然後就秀在上面 然後像這種的啊 你也可以 就是我曾經最高紀錄到日本的 同一家店買了 二十幾條手帕 請問這二十幾條 妳都有在使用嗎 我都有在使用 我覺得女人真的都受不了限量 那因為這個品牌呢 其實我前一陣子 其實我研究它的包 已經研究很久了 那因為我大概知道說 台灣只有三間它的門市嘛 然後呢 它的包每一款 其實都會 應該是說 都配額喔 然後而且都是 如果有包出來 就一定會是秒殺 那前一陣子呢 因為我剛好就是去那個韓國啊 然後去那個釜山 想說釜山也不是首爾 應該還好啦 就是那種比較郊區啊 看風景看那個 漂亮的櫻花這樣子 那我老公就安排那個飯店 是叫樂天 那我就想說一樓一看 應該都還好 剛好沒有我喜歡的那個牌子 沒有 妳老公好故意喔 對 她沒有 安排的樂天 對 我想說沒有 一樓精品店什麼 沒有 剛好沒那個品牌啊 然後最後要走的前一天喔 去了三樓 妳知道是不是 妳知道的嘛 對 然後就剛好就上去 它的那個免稅 然後一進去那個手扶梯一上去 Oh my God H在那裡了 然後因為它的包 我喜歡這個包 是因為它很低調 它不是說真的那種就是 就是金色的好漂亮 對 然後 是不是 男生們大概不知道 這一卡要多少錢吧 兩千 兩千 兩千是美金還是台幣 妳說看起來多少 我說兩千啊 兩千台幣差不多 兩千台幣差不多 只搞吧 就買一個扣子都買不到吧 把你們心目中的價錢寫在上面 不要開玩笑 它真的很厲害 兩千 基本上連旁邊這條絲巾都買不到 真的 完全買不到 然後因為這個顏色又是今年的新色 這顏色好看 然後我想說我在 這有點算是均綠色嗎 它灰綠色 灰綠 對 然後因為它在台灣 因為我有它的尺寸找不到那個顏色 有那個顏色找不到那個尺寸 它有十二萬 剛剛是誰說兩千 你說說兩千 兩千啊 加 你問我長得多少錢 我就說兩千 加兩個零 最起碼 好啦 我覺得價格不重要啦 價格 對 價格蠻重要的 價格其實很重要 我覺得這個是女人心目當中 都不知道這個價錢 所以你賣貴的也無所謂 你賣一個五千的包包 或一個六十萬的包包 我們 以我們來說都是兩千五千 可是因為對女人來講 有一個心目當中的夢想的 那個夢幻 夢幻逸品 就可能是最終極的目標 大概就是她了 但這種包包女生 大概這對只會有一個啦 對 但真的可遇不可求耶 你知道嗎 就在妳不注意的時候 已經放在吳怡佩的腿上了 對 沒關係 包包就是拿來用的 這一身超搭的 包包就是拿來用 很搭 搭這個靴子超大的 靴子收起來 靴子收起來 靴子不要 靴子那個好不好 我在裝桌遊店 在桌遊店裡面 我就看到他們用服袋 我就問他們到底是什麼東西 就解釋 我就說裡面就是裝 摸一些桌遊什麼的 我就好開心喔 桌遊啊 因為買得很便宜 我就想說 那我要買 因為我常常去那邊 所以他也就跟我算是好朋友 他說不用了 因為你裡面的這些桌遊 應該都有了嘛 我也覺得 對 可是我還是要買嘛 因為就服袋嘛 然後就是有一點像 打開聖誕禮物 有的桌遊很貴耶 對啊 不是 可是服袋有些東西 就一定會有一個好的配上 很糟糕很糟糕的 而且你有什麼資格說很貴 你那邊的包包那麼貴 然後長大的有 我們一輩子就有一個 而且這個一買 你就知道它是好貨 可是服袋打開裡面 就可能不會有 你想要跟你喜歡 就是浪費啊 沒有啊 因為就是好玩嘛 因為好像打開聖誕禮物一樣 因為不知道裡面是什麼東西啊